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断定他会参加生生不息 如果这个消息被证实 那么必将会在内地乐坛掀起一阵热潮 据了解陈慧贤的知名度丝毫不弱于叶千文 甚至还要高尚几分 与已故的大姐大梅艳芳齐名 看过前几期的网友都知道 一众歌手演唱的歌曲 有好几首都是由陈慧贤亲自演唱的 比如说李克勤的傻女 以及观众选择的金曲《轻轻却歌》 这些细节是不是在为陈慧贤加盟铺路呢 近年55岁的陈慧贤曾是《宝丽经》的歌后 经典歌曲除了以上两首之外 还有《花店》 跳舞街 叶姬 玻璃窗的爱等等 当其事业达到巅峰的时候 却不曾想他突然暂别乐坛 前往美国留学 再次归来也是13年 当时陈慧贤收到环球唱编的邀约 再度加盟娘家 并为其量身打造独特的风格 如今已有9年的时间 两方的合作也是比较愉快的 不过英皇娱乐开出了非常诱人的条件 邀请其加盟 再加上陈慧贤的心思也在大陆 所以两方达成一致 这才有了上面的断定参加《生生不息》这档英宗节目 针对这一则消息 媒体特地咨询了英皇的行政总裁 从其话语中不难听出两层意思 第一层是 此事确实为真 但是还没有到公布的时间 第二层意思就是正在洽谈 如果真的有机会同那么有实力的歌手合作 我们当然欢迎啦 其实两方的合作都是有益的 香港乐坛已经失去了往日的辉煌 但靠演唱会再也赚不到像以往的财富 综合来说 此事的可能性非常大 作为80后以及90后的网友 陈慧贤绝对是神一样的存在